我一直在叫我女兒 一直在叫我女兒 她當時在我手上 沒有心跳 你把它死掉了 休克了很久 回憶前一天意外發生 當下周爸爸邊講邊哭 30號晚間 一家人逛白貨公司 小女童和哥哥 在手錶展示櫃間玩耍 結果因為手錶的展示櫃漏電 6歲小女童竟然被電婚 還一度失去了生命跡象 我女兒現在目前恢復心跳 但是她目前還在家務病房觀察中 跟她講話 她只能夠眨眼睛 流眼淚 周爸爸第一時間 帶著被電婚的女兒到醫院急救 而第一時間小女童沒了呼吸 經過搶救 幸運的撿回一條命 但是電流通過了女童全身 造成頭部 脊椎 肛門 腎臟 肝臟都受損 目前雖然是恢復意識 但人是全身無法動彈 周爸爸還原意外當下 女童就這樣騰空 卡在鐵架中間 口吐白沫 會這麼嚴重 百貨業者認為 可能是女童的一端碰觸到鐵架漏電端 另一端則是無漏電端 因此形成了導電回路狀態 電路通過女童全身 才會傷勢這麼嚴重 對此業者坦承 展示櫃的電線因為破皮 才會導致鐵架漏電 讓女童遭到110伏特的電壓電擊 坦承疏師也承諾將會負全責 而家人心急難過不捨 現在只希望女兒能夠趕快恢復健康 記者綜合報導